到底亲美备战能够保持和平 还是我们跟大陆能够沟通谈判 能够保持和平 大家要辩证这个问题 我们再多的武力 请问一下你都依赖美国 美国已经演出给你看了 乌克兰什么样的例子 台湾要变成乌克兰吗 可是美国打台湾牌 它当然可以赚得更大的利益在亚 你怎么能够保证 美国在必要的时候 不让两岸制造一场两岸的冲突呢 不要太乐观 还有一种美中为了要改善关系 美国会不会把台湾卖个好价钱 美国常常干这个事情 所以台湾如果自己 不能够处理两岸关系 只是采取淘或采取弊 那么最终的结果就两个 一个被战争 一个被出卖 请问这是我们要求的 追求永久的和平 而不只是赢得2020 只有有这种的情怀 跟胸怀跟方法 你才能够感动这些 真正关心他们自己 未来的年轻人 就是一般老百姓关系是 财民元酱醋茶 一般年轻人是关心 他有没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那政治呢 我们现在把民主走成了 好像民主就等于是选举 就是选举 政党呢就是要取得 更多人的支持 才能够当选 所以刚刚 郑元兄讲得非常好 就是往往很多政治人物 在面对关键问题的时候 他采取闪躲的方式 不去回避的方式 我觉得很多政党都告诉老百姓说 我们要选举要赢 赢才是对的 没有赢 什么都是假的 可是对我们一般的民众来讲 你赢是你政党赢 可是国家能够赢 国家的未来能够走得更好吗 所以我觉得一个政党 他的确要把国家 未来要走的方向 明确的跟年轻人沟通 让年轻人去了解 我觉得只要你讲得够清楚 像我们刚刚郑元兄 讲得非常清楚 还有我们的县长 讲得也是非常清楚 这些慢慢的观念 他需要慢慢的 让年轻人了解以后 年轻人自然会把票投给你 也就是选举的胜利 并不是在选举场上的胜利 而是你的一个红利 就大家对你这个党 可以代表国家走得更好 大家愿意支持你 所以我是认为说 国政党的角色 就是你应该去引导群众 就我们刚刚讲 台湾的安全重不重要 当然重要 那怎么去维护台湾的安全呢 有的想法就是说 我们要去亲美 抱美国的大腿 可是你想想看 美国会把美国的利益摆优先 还是台湾的利益摆优先 我们要不要 我们要不要避战 我们当然要避战 可是民进党所用的方法 我们要背战 才能够避战 那国民党好像现在也是采取 背战 才能够避战这个逻辑 那我们为什么不思考说 沟通才能够避战 和平才能够止战 就是国民党要把提出说 我如何能够跟大陆沟通 我如何能够走向和平 这个方法去跟年轻人讲 比如说我们怎么样去沟通 沟通应该牵涉了两个东西 第一个我们刚刚现场讲的 信任 请问北京 到底对民进党比较信任 对国民党比较信任 我们有没有办法在这个过程中取得信任 如果你都认为说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那对方怎么能够信赖着你 你所展现出来的就是说 我只要赢得政权 我现在可以蒙一蒙台湾人民 你怎么能够信任 你要别人信任的方法 还有更重要你提出和平的方法 我们怎么样谈 可以让两岸之间谈到一个和平 这些问题都要不只是要跟对方谈 也要跟我们的民众谈 我们绝对不能只是和平比较重要 战争会带来危险 我刚刚讲这不叫论述 这叫一个说法 这叫一个主张 和平有和平的方法 所以我觉得不要把年轻人当成是一个羊 就是说我只要旗子一挥 你年轻人会跟着我走 不要想说一个党变成一个导游了 导游是什么 说拿个旗子 反正只要一挥 我带你到中餐吃中餐 带你到西餐吃西餐 没有这回事 台湾现在的年轻人 都受过高等的教育 所以我认为 我刚刚第一个看了您刚刚的一幕 其实我的感觉 台湾是有未来的 因为他们所认定的观念 对我来讲 只要能够坐下来谈个五分钟十分钟 他们可以懂 因为年轻人有一个最大的认同 他需要和平 他需要一个发展的环境 他需要一个昂扬的大海 他不是个小池子 有了和平以后 国际企业才会在台湾来投资 我们才有跟大陆更好的互动机会 他们才会有未来 我们给年轻人的 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环境 这是一个政党能够做的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 年轻人是什么 年轻人会支持一个 为两岸能够创造和平的 但是我刚刚也讲了 每个党都说他会和平 所以变成说 到底亲美备战 能够保持和平 还是我们跟大陆能够沟通谈判 能够保持和平 大家要辩证这个问题 我们再多的武力 请问一下 你都依赖美国 美国已经演出给你看了 乌克兰什么样的例子 台湾要变成乌克兰吗 台湾是不是 对美国会出卖掉了 都有可能 美国出卖其他国家的例子 斑斑可考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 如果今天台湾没有能力 自己也没有能力 或者没有意愿 去处理两岸的政治难题 把两岸的敌对关系 变成和平关系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能力的话 那我们将来只有两种命运 第一个被美国备战争 因为美国跟中国大陆是在 还是处于一种对抗的状态下 美国打贸易战打科技战 美国是杀敌一万自损八千 可是美国打台湾牌 他当然可以赚得更大的利益债 你怎么能够保证 美国在必要的时候 不让两岸制造一场 两岸的冲突呢 不要太乐观 还有一种美中为了改善关系 美国会不会把台湾 卖个好价钱 美国常常干这个事情 所以台湾如果自己 不能够处理两岸关系 只是采取逃或采取币 那么最终的结果就两个 一个被战争 一个被出卖 请问这是我们要的吗 而这两个结果 其实在国际上的舆论 国际上的友人 都不断已经在提醒 所以我认为说 国民党在这个选举中 要充分展现出自己的自信 跟人民的期诺 期望 就是我来当选以后 我绝对不是在走马英九的 那一种纸巾不振 纸巾不振 我们要正经要并行 我们除了经济的往来 继续往以来以外 我们在政治方面 我们要有能够跟北京 继续互动 我们要搭一个平台 我们来处理两岸之间的政治难题 这是一个重大的承诺 就像2008年马英九的承诺 我如果选上以后 我必须在两岸的和平上 往前走 绝对不是像我们现在来讲 国民党还在走亲美 备战 这个跟民进党没有差别的老路 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问题 还有国民党到现在为止 包括九二共识 国民党几个人讲的都不一样 包括我们的朱立伦主席 讲的九二共识 是没有共识的共识 包括我们的侯友宜 党主席选总统的 讲的是中华民国宪法的九二共识 赵沙康的九二共识 是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 但是我必须要讲 这三种对九二共识的描写方法 他都没有办法处理两岸的政治难题 他只是在拖时间而已 那我请问一下 国民党是一个九二共识各自表述 可是北京的九二共识 可不会跟你各自表述 假如你有这种心态 请问一下两岸能够怎么政治沟通 没有政治沟通 你就没办法解决两岸政治难题 两岸政治难题没有解决 永远被民进党压着打 所以我的看法说 国民党如果不能够把两岸政治难题解决 你的所有两岸关系的优势 就变成劣势 就像2014年的太阳化移动 一夜之间就改变 这是国民党的责任 我请国民党了解 选举是一时的 中华民国两岸关系的和平 才是长久的 就像我常常讲 我们当个家长 小孩子的考试 及格固然重要 可是小孩子的身体健康 品性好 有一颗上进的心 这可能是更为重要 不要天天都为了考试 可以决定所有的一切 选举 国民党只有把心中放开 我所有的政策 我所有现在讲的话 都是为了老百姓 真的你刚刚讲追求永久的和平 而不只是赢得2020 只有有这种的情怀 跟胸怀 跟方法 你才能够感动这些真正关心 他们自己未来的年轻人 当年轻人能够被感动以后 票自然投给你国民党 年轻人没那么好骗 没那么好骗 真的 没那么简单的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 真的不要自己骗自己 不要自己蒙自己 不要自己闪躲自己 这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 只有面对自己 才能够解决问题 西方语句谚语 我做一个结论 只有面对阳光 阴影才会在你的后方 今天两岸关系 就是国民党要带着台湾老百姓 去面对的 不要去闪躲 闪躲不能给台湾带来 美好未来的